有一辆满载着学生的汽车出了车祸 当时车上很多的同学都受了伤 被抬到路边 边上的路人纷纷的前来帮助救人 有一个女士迅速的走到一个受伤很严重的学生旁 检查她的伤势 这个时候一个男士也走到了这个女士的身旁 非常粗鲁的把她挤开 并大声的对她说 让我来 我学过急救 男士自以为能够解决受伤学生的痛苦 没想到学过急救的 她却把这个孩子弄得痛得乱叫起来 女士看着那个男士手足无措的时候 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说 这位先生 如果你需要一个外科医生帮助你的话 我就在你后面 记住 我们很多人在人间吃苦做错事情 就是不把别人当回事情 因为别人的文化知识都比我们可能高啊 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啊 山人之中必有我师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要放下功高我慢 更不能自满自得 无视他人的存在 人的毛病就是看不起别人 才会让自己变得非常的愚痴啊 想一想 我们在家里有多少事情做错 不就是以为我们自己很能干吗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